上一节,我们介绍了分式信息映射许多好的性质, 例如保形性、保角性、保对称点性等。 但仅用分式线性映射构造共性映射显然是不够的, 即使是将第一项线映射为上半平面这样简单的情况, 分式线性映射也无能为力。 因此,这一节将介绍两个初等函数的映射特性, 并将它们联合起来构成共性映射。 首先,讨论密函数的映射特点, 设w等于z的n次密, n为大于等于2的整数, 令z等于2乘以1的i θ, 则有w等于2的n次密乘以1的i n θ, 即z的膜被扩大到n次密, 而浮角扩大n倍。 为方便起见, 我们仅对角形域或扇形域进行考虑。 如图,设有角形域θ大于0小于θ0, 则对此域类任意一点z, 经映射后其向点w的辅角φ, 满足φ大于0小于n倍的θ0。 因此,要使双方单值, 亦满足nθ0小于等于2π, 即θ0小于等于n分之2π。 类似的,如果是扇形域, 即膜有限, 也有同样的分析结果。 但是,此时要注意的是, 膜要相应发生变化, 这一点往往容易忽略。 通俗地讲, 密函数的特点是扩大顶点在圆点的角形域或扇形域。 相应的,根式函数作为密函数的逆映射, 其特点是缩小顶点在圆点的角形域或扇形域。 接下来,我们讨论密函数的保形性。 首先,密函数在负平面上是处处解析的, 它的导数等于n倍的z的n-1次米。 显然,只有当n不等于0时, 其导数不为0。 因此,密函数在z平面上出圆点外, 是第一类保角映射。 综上所述, 在角形域或扇形域θ介于0到θ0之间, 如果θ0小于等于n分之2π, 则密函数是共形映射。 下面,我们来看两个例子。 求锁给区域在此映射下的项区域积。 容易看出锁给映射是两个映射的复合, 令w1等于z乘以1的负4πi, 则有w等于w1的4次米。 如图,首先由旋转映射w1将锁给扇形域顺时针旋转四分之π, 变为顶点在圆点, 一边与时轴正向重合的扇形域。 再由密函数w等于w1的4次方, 变为顶点在圆点, 半径为16的上半圆域。 如图所示, 该项区域极为所求。 现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区域d, 主辅角介于0到4分之4π, 求一个共型映射将角形域d映射成单位圆域。 如图, 首先由根式映射z1将区域d缩小为角形域, 主辅角介于0到5分之π, 再由密函数z2变成上半平面。 最后由w等于z2减i比上z2加i变为单位圆域, 因此所求映射如下。 介绍完密函数, 接下来讨论指数函数的映射特点, 令z等于x加iy, 则有w等于1的x乘以1的iy, 即z的实步通过指数关系构成w的模, 而z的虚步是w的辅角。 为了讨论方便, 我们仅对代形域或者半代形域进行考虑。 设有水平代形域, z的虚步建于0到h之间, 则对此区域内的任意一点z, 经映射后, 其向点w的辅角phi满足phi大于0小于h, 因此要使双方单值, h亦满足h小于等于2π。 特别的, 如图所示, 当h等于π时, 此时水平代形域经指数函数映射为上半平面。 这个结论在构造共型映射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。 内似的可知, 其左半代形域经映射变为上半单位圆。 因此可以简单地说, 指数函数的特点是将水平代形域或半代形域变成角形域或者扇形域。 下面讨讨论指数函数的保形性。 首先, 指数函数在负平面上是处处解析的, 且导数不为0。 因此, 指数函数在整个负平面上是第一类保角映射。 综上所述, 在水平代形域Y大于0小于H上。 如果H小于等于2π, 则指数函数是共型映射。 下面来看两个例子。 求所给区域, 在映射W等于1的Iz下, 它的项区域容易看出所给映射是两个映射的复合, 令W1等于Iz, 则有W等于1的W1次米。 如图, 首先, 由旋转映射W1将锁给上半垂直代形域, 逆时针旋转2π, 变为W1平面上的左半水平代形域。 再由指数函数W等于1的W1次米, 变为右半单位圆域。 如图所示, 项区域G即为所求。 现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区域, 求一个共型映射, 将该区域地映射成上半平面。 如图, 首先, 由平移映射Z1等于Z减2πi, 将趋于D变为水平代形域。 再由相似映射Z2等于两倍的Z1, 变为高度为π的水平代形域。 最后, 由指数函数W等于1的Z2次米变为上半平面。 因此所求映射表示如下。 好,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